任務委員好 部長你好 我想今天也有看到這個報載 包括這個上午的質詢 大概也知道8點12分高中是為了準備這個測考獨自演練 那勿將訓練模式轉為作戰模式 那勿觸這個雄風山飛彈發射 14分左右的時候物擊漁船 16分往上通報 18分的時候大概就報到部長這邊 是不是大概是這樣子的過程 這個時間我是第一時間就掌握到了 是 好 那這樣子的 除了我們自己內部的這個通報流程以外 我想要知道的是我們的雷達網有沒有掌握到 不管是這個海軍的大城系統 或是說空軍的搶網系統 或是這個陸軍的這個恆山系統 我們自己的這個雷達網有沒有掌握到這個事情 我請海軍 委員好海軍司令部的參謀長 跟委員做個報告 我們個型雷達都有它在運用上面的一些限制 那尤其是對於略海的飛彈的一個飛行路徑 其實為什麼說我們講公船飛彈 它的威脅性很高的原因就是 它的偵測是很困難的 而且它的整個雷達的配備 不是一般的所謂的一般的遠距或單純的雷達可以去做 徵收的 這我了解 所以說在這個時間點 就我們現在您講的 還是要看它周邊的一個雷達的狀況 是 所以就我們所了解 當時它發射出去之後 船上會有它的軌跡的顯示 但是那個是預測的 所以說我們才能夠標示出來 它的一個落海的位置 所以原則上我們三個系統到底有沒有去掌握到這個狀況 在哪一個時間點 在那個時間點沒有 好 因為我認為這個超音速反艦飛彈 飛行的過程有高熱 而且是在高雄射出去 我認為應該是要測到 沒有測到我覺得是有點誇張 那後面我想再問的是 這個內建的自毀裝置在什麼條件下會啟動 跟委員報告 自毀有幾種設計的方式 先跟委員做一個說明 第一個 如果我們海軍的在做演訓的時候 像我們從前做實彈射擊的時候 我們會在東部的海域 這時候我們會考量它的一個射擊的安全 我們會另外的再加裝所謂的自毀的功能 這個是在一般演訓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測試彈 我知道 但是它現在這個是實彈嘛 所以 它是一個實彈的狀況 它本身有它的一個自毀的裝置 但是這一次就是不符合它自毀的這個狀況 它這一次的自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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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次的自毀的 不是啦 我相信外界現在有列的這個相關 大家在質疑的這個部分 我希望能夠確定的一些部分 但是因為今天時間有限 在這個問題上面 我就深入的追究 我想比較重要的還是現在 在部長這邊 我們要進行這個國軍改革的這個部分 某位海軍中校有在網路上面發文 他說 像這樣子的這個測考的當天的實況 大概就是一早六點起床 要集合點名 例行性的這個環境保養 還要用餐 還必須要把所有接著 操演會用到的這個裝備 都要再進行一次這個運轉的這個檢查 一切的這個工作 要在測考官八點半來的兩點半以前完成 光以飛彈發射的這個部分的SOP 就要動用全船一半以上的人 花半小時才能完成 而且這兩個半小時 是要把接著 所有的這個例行性工作 加上十幾項的測試 所以通常是用最精簡的人力 來去實施這個測試 尤其在這個三級艦 全船只有五十幾個人 說不定還更少 那戰系部門了不起十幾個 做的事情跟一級艦相比 少不了太多 所以 根本不可能一個部門全程參與 我想知道 像這一位海軍中校講的 是不是就是符合當天 可能會有的這個實況 跟委員報告 我區分兩個部分 跟委員做一個說明 第一 如果說 現在是我要執行任務出海 我要從兩個不同的面向 跟委員做一個說明 如果是我要出海 其實我所有的裝備 在出海前 就已經準備好了 我出海是隨時 因為我們海軍的任務出去 就要執行戰備的任務 我隨時 就能夠去接戰 絕對不是一個冗長 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的準備 但是在他的前面 他本來有自己本來要做的這個準備 在港內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完成航潛準備 我們海軍的專業術語是叫航潛準備 這個不僅僅是飛彈的部門 還有航海的部門 輪機的部門 要把他的裝備要去做一個完備 可能的時間 不同行見 可能有人要四個小時 可能有三個小時 甚至有的船是三十分鐘 也不一定 按照他的一個戰備標準 這一位中校講的這個狀況 有一種可能性是 其實現在的這個SOP流程 包括他們自己要做的這個測驗 其實要做的工作已經很多 然後我們現在在談的這個個案的問題 現在說要的這個改革 他可能包括 喔 增加考核項目 要發小卡 要增加列管單 只是 我覺得這個可能會不斷的 讓這個部隊的文書作業負擔越來越重 我現在要談的是 我看到你們的報告裡面有三大方向 一個是精準武器控管 一個是制定更嚴謹的超嚴準則 一個是嚴格訓練管理紀律 我很擔心的這個到底是在解決問題 還是在惡化問題 因為我在這邊要強調一件事情 剛剛我講的那個海軍中校裡面的這個文字 有一段很重要 部隊正常沒任務狀態下 訓練週期表上面每天的訓練時數 加上裝備保養的時數 加起來居然會超過工作的時數 我剛剛講的就是 現在我們不是說 把過去的管理方法 軍隊管理 組織管理 再更嚴格的執行 因為我們這幾年來 已經爆發了很多的問題 每一次都說要更嚴加控管 每一次都說要強化紀律 但是用錯誤的方法 再去更嚴格的執行 我認為對這解決問題一點幫助都沒有 所以我在這邊我希望 部長還有整個新政府 應該要嚴肅看待國軍的改革 我們這樣想像 一個弊端重生的一個企業 換了一個經營團隊 換了一個新團隊來以後 絕對不是把舊團隊 習慣的做法 更嚴格的去執行嗎 如果這已經是一個弊端重生 我們過去幾年來看到的這個狀況 我們要做的應該是整個新團團隊 新的文化 新的這個現代化的管理方式 是整套的全面性的改革 我現在看到的這個報告 還是用本來舊的這個管理的方式 我覺得這不是蔡總統說的 系統性的失靈 系統性的失靈就是整個組織文化的問題 是整個企業文化的問題 我們要做的是 應該是整個組織管理 組織文化全面的改革 所以我希望這份報告 其實這份報告跟過去 包括今年2月1號開議以來 發生的每一件事情 國防部會給我們的報告都很像 加強紀律 這個更嚴格的控管 錯誤的方法已經造成弊病重生 我們用更嚴格的方式 去執行錯誤過去習慣性的 是不是現在21世紀 的這個管理方式 我覺得這要深切的檢討 要系統性的失靈 絕對不是用 把本來的方法做得更嚴格 就可以解決的啦 我覺得要有一個全新的 這也是對新團隊的期待 請部長再回去重新的這個檢討 謝謝委員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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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主席先邀請 縫步